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意外发现了一座王极大雾 就觉得无敦口袋 没有发现过 不晓得是个什么东西 谁也没见过 时隔千年地下幽民 竟然还有淡淡木香 香味老远就能闻到了 就是那个南木的香气 都是这个金丝南木的 反复求证 掩埋的木料成为破解身份的线索 这个结果我们才认定是黄肠体凑 黄肠体凑 专属于古代帝王贵族的高等级葬制 那么这个黄肠体凑的这个墨 曾经全国 金驴玉衣 顶级材质 顶级工艺 为身份之谜 在天新的方向 有的玉片的脚上还有金丝穿着上面 这金驴玉衣 这就是皇帝的葬制 墨主人是谁 为何可以享用如此高等级的葬制 大墓之下都有哪些新的发现 秘密就在火山口下 神居山 位于扬州市高游市高兴区宋桥镇 是当地人口中的仙山 这个神居山 是个火山口 1979年的一天 工人们照常来到神居山上采石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岩石四溅 当烟尘散去 工人们在爆破点突然发现了一个 人工开凿的黑洞 没有人知道这个黑洞是什么 有人猜测是地下仓库 有人猜测是地下谷物 在场的人议论纷纷 工人们意识到 必须立刻上报文物部门 很快 考古队员赶到了现场 面对未知的情况 他们决定下洞勘察 黑洞又抖又长 似乎要吞噬掉手电筒 微弱的光亮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缓慢行进 狭小的空间里 只听得见踩踏声和喘息声 不知过了多久 考古队员终于踏在了一块平地上 借着微光 他们终于分辨出脚下的平地 竟然是一块木头 然而让考古队员意想不到的是 手电缓缓划过 洞底的四周竟然全是木头 就觉得木灯口袋 没有发现过 木之所及全是木头 考古队员看到 一块块木头 垒成了一面木墙 此时的状况 已经超越了认知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谁也没见过 他们扶着木墙继续探索 走到一处豁口时 考古队员发现 这个木葬就是一座层层嵌套的木头房子 那叫什么名字 时隔四十多年 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先生 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墓葬的情景 依然记忆有新 这是当时一段珍贵的现场视频 暴露在空气中的木头 时刻都在发生氧化 时间紧拓 由南京博物院 南京大学历史系 扬州博物馆 和高游县文馆会组成的 联合考古队随即展开发掘工作 一时间各路考古队员集聚神居山 他们想要搞清楚这座罕见的木葬 发掘的首要任务是清理木坑 但填土中混杂的石块 只能靠人工层层剥离 这项工作并不复杂 但却异常繁重 柳月份有天气有热 火山口太阳照着 那温度很高很高的 神居山的发掘位置远离村庄 库暑以及高强度的清理工作 一系列困难没有让考古队员止步 出茶办饭 那就是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吃就什么吃 翻高考古人也不计较这个东西 超过两万立方米的填土 考古队员靠着人碑坚扛 清理了近十一个月 木坑的形质才终于逐渐清晰起来 梁白泉在当年的发掘笔记中这样写道 深埋盐坑之珠约24米 坑口面积约655平方米 使用木材净算546立方米以上 655平方米的木坑开口面积 相当于1.5个篮球场 546立方米以上的木材量 差不多要砍伐超过3000棵树 才能加工完成 这几乎就是一整片的树林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藏区呢 为了明确墓葬的特殊结构 考古队员翻阅资料 几天后 他们终于在史籍中 找到了相关记录 我一直在他们提到黄长提走 最早的就是和光的木 霍光 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弟弟 汉武帝临终时的托孤大臣 他一生辅佐过四位皇帝 还曾将刘鹤废为海昏侯 作为众臣 汉书霍光传记录下他身后的哀容 霍光死后 皇帝曾刺黄长提凑 记录中的黄长提凑 会不会就是眼前的这件巨大的秘制藏区呢 黄长是旧大的 所用的木材的材质而言 按照史书上记载叫百木黄心 用百树的木头 它的芯是黄的 所以叫黄长 提凑是它的 根据它的结构 提是头的意思 端头也就是有连轮的这个方向 凑是拼凑 拼装 也就是从棺材这个位置 就中心位置 向四周看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个的 就是木头的端头 就是朝向棺材的位置 虽然看不清木头的材质 是不是百木的黄心 但通过巨大的木材使用量 木头的摆放方式 以及藏区的位置 考古队员还是得出结论 这件藏区与黄长提凑 几乎相同 这些人为凿克的凸起 与凹陷 就是最简单的损锚 能够让这些木材 彼此契合 要想进入 只能从顶部开始 由上至下 一层层搬开 独特的搭建方式 使得这些木头 具有严密的防盗措施 几经波折 考古队员 对于这种藏区的定名 终于有了答案 这个结果 我们才认定 是黄长提准 历史记载中 这种当时的顶级藏区 霍光使用过 汉武帝在茂林使用过 但回过头来看 神居山上的这位牧主人 是谁呢 他又是什么身份 为何能和汉武帝 霍光配向一样的藏区呢 时间回到1979年 此时的发掘 仍在继续 清理掉大部分填土 考古队员终于 可以穿过 黄长提凑的屏障 进入墓室 昏暗的环境中 每个人都十分谨慎 突然 赫云敖将目光 集中在了地面上的淤土 发现了很多芋片 这些芋片形致相近 大小相当于一块硬币 一点点清理掉泥土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芋片的四角 竟然钻有小孔 并且有些小孔上 还残留着金黄的痕迹 这一发现 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虽然是残片了 但是它那个金线都是有的 有的玉片的脚上 还有金丝穿在上面 打孔是为了穿线 那纤细的金丝 就是连接玉片的金线 金线穿过玉片的四角 成为一套金与玉的组合 那么这套组合 是否预示着汉代墓葬中 一件规格极高的重器 即将出土呢 这是南京博物院展厅中的 金与玉衣 作为中国古代最高的 丧葬礼仪之一 它的出现 完全能说明 物主人身份的尊贵 古人认为 玉能含尸 为使尸体不朽 贵族用金驴玉衣做练符 以求死后能够灵魂升天 根据推算 在汉代 一件玉衣所用的玉料 与黄金价格 相当于一百户中等人家的 家产之和 制作它 工时大度在十年上下 顶级的金驴玉衣 顶级的黄肠提凑 牧主人在各个方面 彰显着自己的尊贵身份 那么它究竟是谁呢 两件顶级文物的出土 让现场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 疑惑随之而来 一件庄链牧主人的玉衣 为何散落在陆氏的各个角落 也是散落到棺材 棺材边上 也没几片 玉片虽然散落 但基本保存着原本的形质 除了个别金丝外 绝大多数的金丝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个现象让考古队员深感不妙 这个木杖按照我们现在分析下来 可能是早年被盗 扰乱的墓室 打乱的玉片 残存的金丝 种种迹象都回应着考古队员的猜想 为什么说早年被盗呢 一个是墓葬被盗的部位特别精准 是整个墓葬的中心位置 因为我们这个墓葬是没到地下 二十几米的地下 所以盗墓者打的盗洞这么准的话 有几种情况 一个可能呆在向船下来 知道这下面有墓葬 第二个可能地边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被盗的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重重地打在每个人心头 结合现场的情况 考古队员推演了这场盗诀 盗墓这些世界就是把这个棺材撬开了 应该是把它的各种各样的珍贵的这些文物 包括这个寓意给它全部拉碎掉了 珍贵的东西应该就拿走了 墓室内部 另一些清理黄肠提凑的考古队员 有了新的发现 黄肠提凑的这些墓材 这个发现的时候表面都是黑黑的 有的都已经有浮难 作为有机制 深埋地下的木头早已被侵蚀 但无意间掉落的木性 却暴露出木头内部的秘密 零碎的那个烂掉的木材 一聚开那个香味 老远就能闻到了 就是这细微的变化 让细心的考古队员 有了惊人的发现 就是那个楠木的香气 所以大家才知道 就是这个木材是非常好的 都是这个金丝楠木的 金丝楠是有着金丝 和类似绸缎光泽的楠木 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 百年成才的特点 让其有了一寸楠木 一寸金的说法 而这座大木中 修造黄肠提挫的金丝楠木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八百五十六块 八百五十六块金丝楠木 不论长度 直径 都令人叹为观止 面对众多珍贵的古代楠木 所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这是当时一段珍贵的发掘视频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考古队员在清理时 突然在木头表面 发现了一些细致的凹痕 这是什么 凹痕不是木头天然形成的纹理 也不像被腐蚀后的杂乱无章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沿着凹痕清理 终于他们找到了答案 有这个文字发现的 就是广陵船官板 刻在这个木头上面 贺云敖提到的船官板 就是这块刻有广陵船官 彩板字样的楠木 广陵船官板就是广陵国的造船的 这个板拿来做这个黄肠提策的这个墨藏 广陵国是汉代时期扬州的古称 广陵船官彩板的发现 说明这是一座汉代木桑 黄肠提凑的部分木材 源自当时的造船彩板 勘探范围不断扩大 考古队员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按照汉代的就是墨藏的 这个美藏的一个习俗 沈居山这一带应该是一个陵园 所以发现一号墨以后 很有可能是它边上应该有隧藏墨 都有可能的 果然新的线索出现了 所以它在东侧 大概50米左右的地方 就然后发现了二号墨 贺云敖作为新生力量 紧急投入到二号墨的发掘 当时我在大学刚刚毕业 毕业了之后 到了南京博院考古部 来了以后第四天 1982年2月份 是2月11号 我接到了这个任务 回看当年的工作日记 他这样写道 到发掘的地方后 何继 周二位老师 去了发掘现场 民工们正在挑挖木道土 大多是石渣 考古部的领导 当时是两位老师 一位是我们的主任 姬中青先生 还一位就是 天摊汉墨的发掘的主持人 周赫本先生 田土中混洒着大量石块 增加了发掘难度 尽管清理工作推进缓慢 但墓葬的形质 还是在这缓慢的 一天天中清晰起来 就是一个中置型的 就是我们讲 中国的中置型的 然后在这个木坑里边 用这个非常大的木头 打起来的 二号墓内同样有一件 由木头搭建的藏具 材质 形质 与一号墓中的 黄肠体凑极度相似 二号墓也是黄肠体凑的 也是同一个时代的 这个是跟 这个一号墓是差不多的 无非就是规模上 稍微小一点点 黄肠体凑相当于外国 要想看的木官 还得往里勘探 穿过木头雷气的黄肠体凑 考古队员的手电光 在昏暗中拦回寻找 终于 几个光柱不约而同地 在一幅木官上停了下来 棺板少数地方有出路 漆皮两毫米左右 极光滑 光亮 跨越两千多年 极易腐烂的木官 竟然能保存得如此完整 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现代 考古的记录中并不多见 1972年初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木 开始发掘 考古队员揭开一号墓的棺盖后 竟然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墓主人 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 新锥 马王堆汉木考古成果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犹如一座高山 当时很多考古工作者 都希望遇见这样的机会 距离马王堆 不到八百千米 扬州高游神居山二号墓的木官 同样保存完整 并且有着马王堆汉木 都不曾出现的黄肠体凑 那么这一次观国内 是否还会有奇迹呢 所有人都在等待好运的降临 卖点儿 卖点儿 对 卖卖你 随着灌溉被缓缓打开 考古队员仔细地记录下每一个步骤 然而不祥的一幕出现了 距北壁四米 东壁二点五米 上堤凑步二点二米处 发现一块铁皮 一端弯曲 宽寸金 长五寸 较薄 就是把这个棺材打开的时候 在这个外观有一把武器 借助微观 考古队员终于认清了这把武器 叫勾箱 就手抓在手上 然后前面可以抗 也可以攻击的这种武器 居然就拆在这个棺材的板里边 勾箱是一种汉代常见兵器 箱用以推挡和机刺 起到盾的作用 勾可以勾束对方兵刃 以利于自己的兵刃杀出 像一套勾盾结合的复合兵器 在汉代 勾箱这种兵器虽然常见 但出现在木棺中却很蹊跷 反常的现象 只可能有一种最坏的打算 应该盗墓人拿到这个沟箱 把这个棺给撬起来的 他就插在这个棺材 这个棺木里边 这个印象太深了 木棺内部惨遭破坏 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二号木依然没有逃脱被盗的命运 看见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沟箱 考古队员的心揪了起来 木棺只露出一条缝隙 光线难以进入 考古队员拿着手电筒 仔细查看 突然眼前的一幕 让所有人发出惊叹 打开这个外观 进入内观的时候 就那一瞬间 这个绣花的绸缎盖在这个棺材上面 出来的时候就像新的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 说是有摄像机什么的 也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的照相机 然后老师们就讲 快拍快拍 负责拍摄的考古队员 匆忙举起相机 当镜头刚刚对准眼前的绸缎时 意外发生了 就我眼睛就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那个段 迅速地就变成黑炭一样的 这是青年所见 因为太快了 你就站在那儿看 哎呀 怎么怎么眼神没了 变成黑炭了 就这样的 一瞬间 非常快 所以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很深 然而正当大家失落时 突然死记的目关内发出一个声响 会是什么呢 几个光柱同时指向发出声响的位置 当时在这个关头上面掉了一个大的玉壁 大型的玉壁 这个玉壁是用筹子把它掉起来的 所以当把这个内外观拉开了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绸缎了 就是掉这个玉壁的这个绸缎 迅速地就氧化了 氧化了就像烧过的一样 像火烧过的一样 黑乎乎的 很脆 然后那个玉壁就掉下来了 悬挂玉壁的绸缎 通常是有机材质的丝线纺织而成 一旦氧化降解后 就丧失了束缎的能力 顺着绸缎残留的痕迹 考古队员找到了纳梅玉壁 在关市南端发现玉壁 表面有乳丁纹 那个玉壁的中间还有一个铜炮 这个铜炮就是把那个筹子 掉它那个筹子压在上面的 然后挂在这个棺树上面 应该是 这枚玉壁清绿纯粹 犹如一汪湖水 两面凸起的纹饰 像是古堆 又像是波浪 一圈圈的排列荡漾 那么如此珍贵的玉壁 牧主人为什么要将它悬挂在木棺上呢 一种天国的象征 因为天元地方玉壁是象征着苍天 应该是当时的一种皇家的仗仪 在古人的认知中 头顶玉壁如同抵近天地 方孔如同通灵的大门 让死后的灵魂可以自由穿行 古话曾讲 玉不下王侯 这枚硕大的玉壁 足可以说明牧主人身份的尊贵 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清理速度必须加快 因此考古队被分成了好几个小组 分别在不同区域同时推进 很快 二号幕外部有了新的发现 负责现场记录的考古队员 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木棺下的填土中出现体型较大的木头 保存较好 有人为加工的痕迹 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的广陵王地宫 直到今天 仍能看出墓室下面排列规整的木头 这个木方我们称它地龙 是南美乡的 用木方组成像架空一样 从南门一直到北门 地龙就是木底铺设的木头 南方木葬特有的防腐手段 棺果放置于木方上 悬空于地表之上 从而形成隔绝湿热的效果 古人还坚信 棺底悬空 尸体就像尘放在天界之上 寓意着死后灵魂可以升天 无独有偶 一号木也发现了同样的地龙 通过仔细清理比对 考古队员竟然在两座木的地龙上 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 二号木大概是六根 一号木大概是五根 两座木底的地龙数量竟然不同 考古队员怀疑 这细微的差异绝非偶然 判断是非常重阴阳 这个我们按照传统的 偶数代表阴 一般来说代表女性 激数代表阳 一般来说代表男性 或许正如推论一样 激数为男性 偶数为女性 两位牧主人一男一女 他们的关系似乎指向了唯一的答案 新的牧主人是谁 两位牧主人 他们是什么关系 神居山上的秘密 随着清理的推进 正在渐渐清晰 探索人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